退币三社 退币三社一词出自左传喜宫二十八年 晋王公即位以后 整顿内政发展生产 把晋国治理的渐渐强盛起来 他也想能像齐桓公那样 做一个中原的霸主 这时候 正好周朝的天子周湘王派人来讨救兵 周湘王有个义母兄弟叫太书代 联合了一些大臣向敌国借兵夺了王位 周湘王带着几十个随从逃到郑国 他发出命令 要求各国诸侯护送他回到洛义去 列国诸侯 有派人前去慰问天子的 也有送食物去的 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发兵帮助他去征讨敌人 有人对周湘王说 现在在诸侯当中 只有秦晋两国有力量打退敌人 别人恐怕不中用啊 周湘王这才打发使者去请晋文公 护送他回朝 晋文公马上发兵 往东打了过去 把敌人打败 又杀了太书代和他那一帮人 护送天子回到京城 过了两年 又有宋湘公的儿子宋成功来讨救兵 说楚国陪大将程德臣率领楚 陈蔡郑徐五国的兵马攻打宋国 大臣们都说 楚国是欺负中原诸侯 主要是辅助有困难的国家建立霸业 这可是时候了 晋文公早就看出要当上中原霸主 就得打败楚国 于是他便扩充队伍 建立了三支军队浩浩荡荡的去救宋国 公元前六三二年 晋军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 曹国和魏国 把两国的国军都俘虏了 楚城王本来并不想和晋文公交战 但听到晋国出兵 立刻派人下命令叫程德臣退兵 可是程德臣以为宋国迟早可以拿下来 不肯半途而废 于是他便派部将去对楚城王说 我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打胜仗 但也要拼一个你死我活 楚城王很不痛快 只派了少量兵力为程德臣指挥 程德臣先派人通知晋军 他要释放魏曹两国的国军 晋文公却暗地通知这两国国军 答应恢复他们的军位 但是要他们先跟楚国断交 曹魏两国真的按照晋文公的意思办了 程德臣本想进这两个国家 不料他们倒先跟楚国绝了交 这样一来 气得他是两脚直跳 大声嚷嚷地说 这分明是众耳这个老贼 逼他们做的 于是他立即下令 催动全军赶到晋军驻扎的地方 楚军一进军 晋文公便立刻命令往后撤 晋军中有些将士可想不开了 说道 我们的统帅是国军 对方带兵的却是臣子 哪里有国军让臣子的道理啊 然而胡彦却解释说 打仗先要凭个礼 礼直就气壮 当初楚王曾经帮助过主公 主公在楚王面前答应过 要是两国交战 晋国情愿退避三社 今天后撤就是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啊 要是我们对楚国失了信 那么我们就理亏了 我们退了兵 如果他们还不善罢甘休 步步紧逼 那就是他们输了礼 到那时候 我们再跟他交手 也不迟啊 晋军一口气撤了九十里 到了城图 这才停了下来 布置好了阵势 楚国有些将军 见晋军后撤 就想停止进攻 可是 成德臣却不答应 一步丁一步的追到了城图 跟晋军 遥遥相对 成德臣还派人向晋文公 下了战书 措辞十分傲慢 晋文公也派人回答说 贵国的恩惠 我们从来都不敢忘记 所以退让到这里 现在既然你们不肯谅解 那么只好在战场上 比个高低了 大战终于展开了 才一交手 晋国的将军 用两面大截 指挥军队向后败退 他们还在战车的后面 拖着拔下的树枝 战车后退时 地下扬起了一阵阵的尘土 显出了极为慌乱的模样 成德臣一向骄傲自大 不把晋人放在眼里 他不顾前后的直追上去 正中了晋军的埋伏 晋军当中的精锐部队 猛冲过来 把成德臣的军队拦腰切断 原来假装败退的晋国军队 又回过头来 前后夹击 把储军杀得七零八落 晋文公连忙下令 吩咐将士们 只要把储军赶跑就是了 不要再追杀 成德臣带了败兵残将回到半路上 自己觉得没法向楚城王交代 便自杀了 晋军占领了楚国的营地 把储军遗弃的粮食吃了三天 这才凯旋回国 晋国打败楚国的消息传到周都洛邑 周襄王和大臣们都认为 晋文公立了大功 周襄王还亲自到晋土 未劳晋军 晋文公趁此机会 在晋土给天子造了一座新宫 还约了各国诸侯开个大会 定立盟约 就这样 晋文公就当上了中原的霸主 而这场战役便是春秋历史上 极为著名的成仆之战 这便是退避三人寿的故事